新闻快讯 为抑制预售屋炒作乱象 立法院于1月10日三读通过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 启动部分修法 重罚不动产炒作行为 本次修法重点如下 1.限制预售屋及新建成屋契约让与货转售 预售屋或新建成屋契约 原则尚不得让与货转售 建商也不能同意或协助买售人将买卖契约让与货转售 也不能接受委托刊登让与货转售广告 但如为以下两项情形的话则未例外 包含 1.配偶、直系、货尔卿等内旁系写清 2.内政不公告的让与货转售之情形并经直辖市 现等主管机关核准 2.重罚不动产炒作行为 包含 1.散布不实资讯 影响不动产交易价格 2.通谋或未虚伪交易 3.营造交易活络表象 3.违规销售、连续买入或加价转售 且明显影响市场秩序或垄断转售牟利 4.按交易互动数量 除100万至5000万元罚还 3.建立检举奖金制度 若民众提供具体违规试证 检举不动产买卖或实价登录违规 政府收到罚还后 会提拨一定比例发放检举奖金 4.司法人取得住宅用房屋许可制 除内政部公告免金许可情形外 司法人购买住宅需先取得内政部许可 取得后5年内也不得办理移转让与货预告登记 5.预售屋解约要申报登录 建商或代销应于预售屋解约30日内申报实价登录 为者将案户案动数 储3万至15万元罚还 平均地权条理修正案 已于112年1月10日经历法院三读通过 本次修罚5大重点如下 限制预售屋 新建成屋契约让女或转售 重罚不动产炒作行为 建立检举奖金制度 司法人取得住宅用房屋许可制 预售屋解约要申报登录 日后再做预售屋买卖时 一定要多加注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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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